近日国产三位游戏大作黑神话悟空 自8月20日正式上线以来 迅速引爆了游戏圈 然而在这股热潮中 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结非的事情 就在这款游戏受到全球广泛赛誉的同时 民进党当局极其青绿粉砖 对游戏发起了无端的攻击 其中一名名为变态的神父的粉砖 更是语出惊人 声称游戏剂情基本上是零分 并荒谬地表示 史奈安应该会吐血而亡 面对荒谬言论 众多网友纷纷表示不解和愤怒 有网友调侃到 现在的小孩连Google都不用了吗 连西游记和水浒传的作者都分不清 就来批评游戏 你脑子接水了 你咋知道呢 这种离奇的言论 不仅暴露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无知和狭隘 也揭露了他们试图通过贬低中华文化 来制造对立的险恶用心 这种做法不仅无法得逞 反而更加凸显了他们的短视与无能 事实上 黑神话悟空是根据吴承恩所著的 西游记为背景设定的游戏 与石耐恩所著的水浒传并无直接关联 石耐恩作为原末明初的文学家 被誉为中国长篇小说之父 其代表作水浒传与西游记同为中华文化的瑰宝 但两者在故事内容和人物设定上截然不同 总的来说 黑神话悟空的火爆不仅是中国游戏产业的骄傲 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优秀的作品出现 为中国文化出海注入新活力